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镇别市,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很出名的专家 当然,可能有些网上KOL也比他聪明 但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就在哈佛大学教书 亦都是在列根时代和另外 哈林顿年代都是做过一些助理部长在美国 Graham Addison 我经常看他的文章,因为他讲的 关于能源方面,很值得去看一看 他记不记得之前家撑说过 修息底德陷阱 其实就是他 就是他做出来的概念 是他提出来的概念 当然,他赚敏去英国的金融时报 就说 中国在太阳能领域的主导地位 令西方面临艰难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是领先太多了 他得出来的一个 结果 一个令到很多 西方领导人难以接受 但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就是 西方国家必须要找到 和中国合作的方法 因为在光伏产业 这个 这么有潜力 而且西方 要大力发展的领域 中国的投入 和成就 令到欧美国家 他挺老实的 他的意思就是 车尾灯都看不到 他更加说 中国一年 做的事情在这个领域 就是这个光伏产业 是顶了美国五十年 但是投入很大 那个差距 怎么追 你不合作 你要自己搞的话 你怎么追 之前的合作 他也不去非洲投资 原材料那些 国际能源署 IEA的数据就显示 今年全球太阳能的生产 支出有3800亿美金 将有史以来首次是 超过石油生产的支出 石油生产支出有3700亿美金 就是差了8亿美金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的事情 这位专家就说 其实也带来了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 过去一个世纪 中东之所以 一直是围绕石油和天然气等等的主要 燃料的大博弈 他们在中心的舞台 就是源于这些国家 对于石化能源的操控 但是很多 其实都是 他们说先知祝福他们 都对的 因为就算现在他没有石化能源 还有流行其他东西 这位专家Alison就问 如果未来十年里 从太阳能 获取能量的光伏电池 取代 石化和天然气 大部分的需求 谁是最大的输家呢 更重要的是谁是最大的赢家呢 他就直接了当地给一个答案 他就说 今年全球太阳能生产支出 绝大部分太阳能板 来自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根据国际能源处数据南 是我说的 太阳能来自中国 原来 他们的太阳能电池板 是占全球产量八成 你放下 所以冯德罗欣说 不惜公本一切代价 你行不行 因为之前差太远了 你就沽寒 就算他不沽寒 他也要用钱去援污 当然我们之后有节目就说 为了援污 又是想一些歪主意出来 结果就被人否决了 太阳能板中国 太阳能电池板中国 占全球产量八成 看回全球 中国还生产了全球 大概85%的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 级的多珍贵 现在 刚才我们有些东西讲一次 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 板就是八成 电池就是八成五 之后 多珍贵就是八成八 之后 这个太阳能电池核心材料 规定和规片 这个还可以八成七 有没有办法呢 有没有办法 合作 没错 唯一出路就是这样 唯一条路就是合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国的迅速发展 亦都为太阳能产业的主导地位 提供了很多很多元素 太阳能产业 其实最早是来自于美国 到了2005年 欧洲人曾经在这场竞争当中 处顶先地位 当时德国 也是小弟刚刚出来工作 那年 其实我们很多买德国版 当时德国 共涉了全球太阳能 产能的五分之一 到2010年 虽然 欧洲的太阳能电池板 需求是占全球八成 但是产能只是占一成 而今年不单止全球每10块太阳能电池板 当中就有八块来自中国 中国还将其中五块 纳入他们的电网 所以这位专家Alison 可能有些人是夏佛大学教授 很聪明 但是我 我觉得他也是 挺聪明的 而且得到很多奖 因为看到这些企业 未非识务 就说 这个欧盟 用这么多措施 压制你中国的 太阳能电池板 但是有没有看数据 真心说 不要经常说我心算 预计 这些 很难 这个哈佛大学教授有没有心算 如果他是心算的话 能不能得到账 如果没有数据支持的话 对 你对我 你对我 所以 我有时觉得 骗人 要骗人是骗自己 还是他 知道是 他的支持者那么蠢 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 可能 也没说是蠢的 可能是 想听自己想听的 就是等于我们以前说 D99加1 那些人 还要付钱去听自己想听的 不如自己说给自己听 这个就是数据 这些全部都是 是吧 是吧 我们也是用数据支撑 其他东西 我们就 因为小弟也是 叫做读过一下书 书读得不太多 读过一下书 都是知道少少怎样做这些东西 小弟也是环境工程士 有排的 有排的 不像有些人 以为电动车可以 什么时候 自动驾驶 电动车很快 说了十几年 你看一下 你用这个 入邮站的 普及性 和 充电桩的普及性 两个有没有得相比 你看一下 澳洲就是 你看这个住宅 我当最重要的在住宅 和 我当入邮站 还有你的办公室那里的充电桩 有几普及 你能不能回答我 你和真正的入邮站 差多远 逐行始终 你说得对 我 我入邮10分钟 最多排队20分钟 10分钟应该很少会出现20分钟 其实5分钟就已经完成了 你能不能充电 5分钟你能不能充电 充门王位 已经充到闷了 快速充电器 他有快速充电器 但不是 但不是 每个人都撞他快速充电 你都知道了 你不讨论 没说错 始终基建这个 和 行了十几十年 一百几十年石化能源比 真是难 刚才我们都看到 仅仅是2023年一年 中国 就是 装的这个数 当然这个是预计数 未出到真实数字 但按照现在的预计 因为2023年未过 原来 中国的这个 一年 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 就已经超过 至 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 美国人购买第一批太阳能板 以来 美国所有 安装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 就是这样 他就很老实的 中国 中国2023年做的 就等于 美国 做了 五十年的 这样说 因为他 当于1973年开始计算 是不是 1973年开始计算 我未出生 是的 Alison就说 将会 将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 推动因素 有几样 日在华生产 可带来较低的资本成本 这个是 现实 所以逢得来恩石说 不息公本 这些人 多贵 还有 快速 监管审批 另外 对外 竞争的保护 和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其实两个成本已经足够了 还有 我原话引述他就无与伦比的供应 商网络 以及 中国国内 快速的国内需求 以及 基建的 完整性 这件事就是新维城做不到 我们之前有节目都说过 其实 这件事英国就挺涉及的 目前 中国已经承诺 力增在2030年 前 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达到峰值 2060年前就实现碳中和 美国和欧洲国家亦都承诺 到2030年 排碳量是减半 2050年碳中和 为了实现 减排目标美国和欧洲 有必要 加快从 石化能源到太阳能 的转型 但是一说起这些 就要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 中国就是 控制了这个行业 还有 其他的原材料 那么容易得到吗 你等一会 我们有节也说过 之前有节也说过 害人中害机 你说要减低中国成分 搞到 那些车巨棋 做太阳能 应该这么说 是做电池 电动车 那些巨棋 自己不够原材料用 那是不是糟糕呢 当然你可以说 我们要降低 风险化 OK 你降低继续说 继续说 但是 都是那句 你去人家风险化的时候 别人会说 你又玩这些招数 所以 都是那句 你 经常用 美金 或者其他手段制裁 喂 其他国家不心寒吗 又有会轮到我 说真的 这个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事业上 这位 Alison先生 Graham Alison 就说 美国和欧洲国家 没有 选择余地 只有一条路 就是和中国合作 去年九月 美国总统拜登 的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 沙利文 就将 绿色技术 确定为 和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一样的 一具增效手段 在这些领域 美国 亦都加大了 对中国企业的打压 从 2010年开始 美国针对中国光伏 产品征收反傾销 和反补贴税 税率是高达34%到47% 2014年12月美国 就对中国光伏 制造商进行 双反调查 就是刚才说的 反傾销和反补贴 2018年1月 美国上届政府 即特朗普政府 就决定对85亿美金的 进口的太阳能电磁板 征收 全球 保障性关税 欧盟当然是跟 2013年起 就对 中国的光伏产品 实施 近五年的 相反政策 结果又是不如理想 事实上 上述的措施 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份额 Graham Ellison就说 实际影响 相当有限 以多精贵 为什么 制裁呢 因为多精贵很多是来自新疆的 结果你制裁 涉姜产品 又是搞到自己一副都是我 你经常说 你弄吧 大家这个世代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吧 这样制裁嘛 原来 就 以多精贵 这个光伏产业上的上游原材料为例 根据 国际能源署的历年数据 从10年到20年 中国企业在多精贵市场 占的份额 都挺个人的 越制裁 结果 份额是 程上升趋势 去年 超过八成 最搞笑的制裁之下 美国的份额 逐年减少 另外 这个硬盘通胀法案 计划在未来10年为太阳能 电磁板製造商 和符合条件的 注册小型 太阳电磁板提供 1000亿 因为是十个million 1000亿 不是 说错了 是1000亿美元的补贴 刚才说错了 不是million 差得远 另外 亦有高达 1000亿美元的 税收的减灭 为了 当然 令到欧盟不高兴 为了回击 美国的绿色补贴 抢了欧洲巨企 欧盟亦都计划 每年投入720亿 欧元可再生能源的补贴 用于大部分太阳能 但是 这位gram alison 这位哈佛达教授 兼美国前高官 亦都说 从欧美市场的 规模来看 希望 这些对行业趋势产生 任何 重大影响 的 这种想法 都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之前中国投入很多 他就说 需要承认 一点是很痛苦的 而且 这样可能在政治上是不正确 是不可以接受 但是 现实是残酷的 跟我们说的一样 正如包括电动车在内的其他绿色技术 一样在太阳能的领域 西方的绿色 未来 将会是红色 红色就是指中国 他亦都说 依赖于一个被欧盟宣 报为系统性挑战者 你知道欧盟不是说这个 中国是系统性 竞争对手 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 他就说 是 令到很多 欧美人士不安因为担心 但是 必须成的一个现实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多极 欧洲人 美国人 中国人 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星球 三者的任何一方 不限制 温室气体排放 都会加剧 气候变化 所以一起承担 Alison 呼吁 欧美领导人必须在竞争的同时 找到和中国合作的方法 这个就是他们共同面对挑战 但是有时候他衰格 他好像跟你好好的关系 他等着那些船 那些船又跑去台海 不知道什么 很搞笑 因为他又担心 我好像跟你太近了 不可以跟你 显得好像很合作 那你就自己搞 是吗 自己搞有段时间才行 现在相距50年的差别 你自己搞什么时候才搞到 而且你越打压 结果还令到他强强 当然这个是太阳能量领域 其他就越打压可能都挺惨 好像华为不是 挺惨 那个是惨 那个是惨 很难 是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